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走遍中国的每一个脚脚落落吧 就以流浪的方式 啊 这是你的梦想是吧 对 所以一看这个流浪歌手准备搭班跟他一起去流浪 是这意思吗 是 真的假的 真的 确实是真的 因为就是我们两个走到一起嘛 可能也是说因为之前就是互留了微信嘛 然后聊一聊啊 觉得三观挺合的 我们俩有共同的梦想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走到一起的 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老婆认为我们两个之间有问题 那既然她认为我们有问题的话 那就让她来说吧 好吧 好好好 您说说 其实我们之间我觉得问题挺大的 就是从生活的琐碎也好 从这个梦想方面也好 她去年给我许诺说 今年六月份咱们出发 就是到现在了也没去 然后我说 那咱们不能去流浪 那咱们过稳定的生活 跟我生孩子 她也不跟我生 你是要想要娃了是吧 我觉得就是 我也是27了 她是30了 再不生孩子的话 就是高龄产妇了 就生孩子比较困难 为啥不生啊 人家 因为刚刚也说了嘛 就是我们两个人从认识到结婚 才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经济基础 还有点薄弱 现在养不起孩子 我觉得压力挺大的 所以说但是不想要 行 这算一个理由啊 也不着急嘛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你老不说你答应要跟人一起流浪 对吧 对 现在你还没流浪 这是为什么 就是还是刚刚的那个问题 因为我们从认识的时候 到结婚 就整个一年的时间 我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两个 这个进程会这么快 竟然结婚了嘛 对不对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也要担负一定的责任了吧 我觉得就是流浪这个事啊 就是在现在来做的话 有点理想化 您这流浪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流浪不是指穷游 就是我要去走遍每一个好的地方 或者不好的地方 我可以卖唱来生活 或者说是我带一台打印机 我可以去卖照片来生活 就是给一些穷的地方 你带着你的设备去给他们拍照片 是打印给他们收很低的费用 这块就是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子 那不需要什么钱啊 我也觉得不需要什么钱 我们两个才刚刚结婚 没几个月 工作才刚算稳定下来 如果说现在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双方父母都不好交代 这个我觉得大概都是 浮在表面上的一些矛盾和冲突 你们俩在日常接触当中 你觉得你先生跟你认识他的时候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是一个人吗 还是也有变化 我觉得变化挺大的 就是我和他认识的时候 他是一个比较无微不至的 刚开始我说我没有吃饭 他就能给我叫外卖 我生病了 他会给我买药吃 就是比较体贴 那结婚之后 我发现他不是让的 就是他控制于特别的强 控制于强 对 他特别想控制我的所有的一切 打个比方就是我买东西 就是我要买这个东西 如果我询问他的意见 就必须得按他的意见去做 而且就是我不能反驳 不能有任何的不愿意 哦 为啥 我老婆说这个事情我承认 可能是有一点 就是在我的观念里 因为我一直也是做管理层 可能说对工作上的一些东西 把他带到生活当中了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 我可以给你足够的自由 你去想做什么都可以 不用来问我 你想要自由可以 但是你要是询问我的意见的话 我希望是最好是按照我的意思去做 关键是我听完他的意见之后 还会生气 之前就是我俩一块出去玩 那天就是我想穿一条黑裙子 然后他说给我洗了 我那时候就已经把那个 就是黑色的丝袜套上了 他说洗了行 然后给我丢了一件 就是比较颜色鲜艳一点的裙子 我就换了一条肉色的丝袜 他又给我扔过来一条黑裙子 然后让我换上 我就又换上了 还是听他的话换上了 换上之后我就说 那件衣服有点厚味比较崩 然后他就特别生气那种 那天是怎么的呢 他就问我 我那裙子呢 我说可能是洗了吧 就是没找到 然后他就换了一套 自己觉得比较舒适的衣服 那件裙子也是你丢给我的呀 是不是你要穿的呀 是不是你丢的呀 他是他要穿 我才丢给他的呀 哎呀 你说那条黑色的洗了 然后你就穿这个丢给我的 然后我就穿了 你就给我丢另外一件 我又换下来了 先让我把这件事情说完好吗 先让我说完行不行 我可以继续了吗 那个 你要征求我的意见 那就算了吧 别说了吧 不那那那 不是你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吗 我这人也是这样 我跟你出风的自由 让你在我这场里说话 你要征求我的意见 你就听我的 要不然我就生气 那你生气吧 我还要继续说 那不行 就不能说了 对不对 好接着说吧 接着说吧 是这样 就是因为他既然换上了 我认为就是说 没什么问题了呀 既然是心甘情愿去答应做那件事 你大哥 我不心甘情愿 我没让你说 你非要说 说完之后 你让我说好 我怎么心甘情愿 那你不说完呢 所以啊 很别扭吧 是 你其实说一句有什么了不起 心眼太小了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做家务的问题 做家务的问题 结婚之前的话 我问过他 我说你平时做家务吗 他说我做 然后结婚 没办法 结婚之后 家里的家务 基本是90% 是我个人承担 这么长时间来 他就主动做过一次家务 是我可能不会主动去做 但是每一次他要求我去做 他指使我去做的 我都是马上就做好了 你是马上去做吗 你是拖延 你去打吃鸡 打一把 行你说这把死了又去 然后又开第二把 然后拖到我去帮你做完了 我没有说不去做 可能说你等一会儿 我真把手刀事弄完了 我就去了 但是为什么不等呢 你就等不及 就自己去做了呢 那你游戏为什么要开第二局呢 这我没法解释 我觉得思维方式的问题 其实婚后的生活 都有这种磕磕碰碰 就女生会觉得男生 有变化了对吧 不像婚前 嫁给你之后他有变化吗 他怎么说呢 他特别喜欢 去逼我尝试一些 他认为特别好的东西 比如 比如 有一次我跟他回老家 跟他闺蜜一起吃饭 喝一种饮料叫格瓦斯 这个东西 你觉得好喝啊 这个东西我喝过一次 我这一辈都不想再喝了 可能是我个人口味的问题啊 我就在那个外地喝过一次 喝了一口我整瓶都扔了 当时感觉特别不好 然后就是那次去跟他回老家 去跟他闺蜜一起吃饭 他喜欢喝这个东西 然后上来之后一直告诉我 你尝尝这个 味道挺好的 我说我不喝 我喝过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喝这个东西了 就是尝尝尝尝尝 后来就是给他闺蜜都弄得不耐烦了 那人家不喝就别让人家喝了 别让人喝干什么呀 他觉得我强势 那反过来说他不一样吗 人家不想让你跟你分享一下 人家喜欢的好东西吗 但是这个东西我尝试过了 我知道我接受不了 我已经明确的表示了 我接受不了 还有别的吗 也是就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大部分人喝的奶茶都是甜的 对吧 咸的呀 您还喝过咸的呢 奶茶当然是咸的了 您在哪喝的咸奶茶啊 内蒙就是咸奶茶 奶茶就应该喝咸的呀 那您厉害了 我从小到大喝的都是甜的 也是跟他回老家 就是他们那边的奶茶就是咸的 但是我觉得我就接受不了 他跟我说你尝一口尝一口 就尝一口 我拿了那勺买了一口喝了 后来又有一次还是逼着我喝 说你喝多喝几次 喝习惯就好了 但我就是不喜欢喝呀 那你这个就别逼他了 你们俩谁说不要孩子的 我说的 快举起手来 支持他 他这个决定做的太好了 太对了 为什么呀 我觉得现在生个孩子挺好的 我们俩现在是有车有房 没有贷款 就是经济的话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要一个孩子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那如果说你给不了我一个孩子 那你圆我一个梦想呀 你梦想也给不了我 孩子也给不了我 生活上你也不能给我足够的爱 那你到底想怎样 你看 我 我真觉得我挺无奈的 孩子我刚才说了明确的说了 对不对 暂时不想要 哪怕说缓个一年两年的 我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了 再要 嗯 再说这个梦想 那个问题 我也不是说就是 完全把这个事情否定了 我不承认了 暂缓 只是暂缓 我觉得你就是在敷衍我 你就是在推托 唉 你觉得你老婆这些想法有道理吗 比如说 人家觉得她已二十七岁了 也想尽快地要一个孩子 你正面回应一下 这想法有错吗 没错 没错 想法是没错的 没错 我理解 也理解 我理解 但是我坚决不办 我没说坚决不办呢 我说缓个一年两年呢 对吧 我们还挺年轻的 对吧 四五十岁的高龄产妇有的是 对对对 当然我也没说 是一定是要四五十岁 再去生那个孩子 就是说缓个一年两年 我希望我的孩子生下来 所以你看你所有的东西 都陷入在了 对一件事情 正确与否 或者谁是谁非 你恰恰忽视了 站在你对面的 刚娶回家三个月的妻子 就是她的情绪 到底是打哪来的呢 她为什么一定要坚持 在梦想和孩子之间 做一个选择呢 其实无外回 她说要不然我们俩一起 精彩地去漂泊 要不然我们俩一起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她到底是能种想法 你问过吗 没有 你仅限于说 要不要生孩子 在这儿做一些辩论 是不是要去流浪 在这儿做一些 所谓的讨论 其实没有意义 你应该更关注的是她 而不是在这个事情 是对是错上 你听老师们的建议 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去 比特问卷 李先生 刚才上来的时候就说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婚姻 没有问题啊 所以呢 你让她说 结果全场我都在听你说 她提出问题 我就给她解答呀 但是后半场 全是你一个人在说 她一句话都没说过 这其实表现的是 你们两个有时候 在家里的一种相处模式 她说你强势 我觉得是的 我们都知道婚姻当中 会遇到危机 七年之痒 中年危机 而事实上 婚姻当中的第一个危险期 就是结婚以后的 一年时间之内 为什么 第一 婚前所有的性格习惯 表现起来都是抽象的 但是婚后 她开始由一件件 具体的事情构成了 这也是你们相处的时间 过短导致的 不够了解对方 第二 你们对于婚姻的期待 是不一致的 你其实骨子里面 是一个很传统的男人 老爷们 在家里 说一不二 我要稳定的家庭生活 我要稳定的未来 我才能生孩子 但你老婆 明显拥有一颗 自由的灵魂 她以为自己找了 一个流浪歌手 可以陪她一起去流浪 实际上是一个 扮演流浪歌手的 餐厅经理 当你面对这个 自由的灵魂的时候 你依然用着 自己传统的规则 来约束她 她就会异常的不舒服 比如说你刚才的 那个理论 你要不别问我 你问我就得听我的 她是你老婆 不是你的下属 夫妻之间有一种沟通 叫做讨论 可能都是废话 但这就是两口子 过日子的一种方式 所以你一定要 收敛一下自己的 这种强势的状态和脾气 还有你自己所谓的规则 我想跟女生说 你今天来到 节目现场的两个诉求 第一 让她陪你去流浪 不可能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 她任何一点 想要去流浪的心 也许就是你们 在相遇的那天 有那么一瞬间 她的心情被点燃了 说哎呀 我可以跟你去做这件事情 但事实上 她就是一个 在规则范围内行走的人 这是第一 第二 孩子这件事情 我倒是觉得可以缓一缓 不要纠结于是27岁 还是28岁 你们夫妻磨合好了 然后再去生这个宝宝 明白了吗 祝你们幸福 谢谢 我先跟女生说吧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说你要么给我一个梦想 要么给我一个孩子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首先第一个 梦想不是别人给你的 梦想是自己争取的 第二个 孩子也不是别人给你的 孩子是经过两个人的意愿 我们共同希望一个孩子诞生 他不是谁给谁的 我希望这两点 你能够从自己的认知里面 矫正过来 然后接下来话呢 大部分是要跟男生说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很简单 你老婆是不是情绪不好 是不开心 对 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是不是问题 是问题 是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作为老公 是不是应该去解决它 是啊 我发现你是一个特别喜欢逻辑自洽的人 就我提出一个观点 然后我有一整套的逻辑 我可以说服自己 也试图拿这套东西来说服别人 你是觉得我是对的 但是呢 听你在说话那个人觉得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 所以呢 逻辑自洽导致于你经常会去跟人争辩对错 你在社会上你大不了跟人杠吧 没关系 问题出现在什么情况 问题出现在它是你老婆 老婆和你是亲密关系 你跟他一直讲逻辑 你跟他之前没有讲情感 当你一直在讲逻辑的时候 你其实缺了情感的交流 梦想也好 孩子也好 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情感嘛 他要的是情感的陪伴 他要的是你表达出爱 表达出关心 说白了 无非就是这样 作为老公 最重要的一点 根本就不是跟老婆讲道理 而是让老婆感觉到 开心的时候有人陪 难过的时候有人吼 时时刻刻身边的那个人 不是一个机器 不是一台电脑 而是一个能陪在他身边 温暖的人而已 就这样 我想问几个 我整场都很困惑的是 你们一直在讲说太快结婚了 对吧 我能到回来问一下 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快结婚吗 觉得特别喜欢他 但是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结婚 然后 因为我们俩已经确立关系了嘛 想要结婚 就是我想娶他 我觉得我应该去见一下 我未来的岳母 所以就跟他回老家了 我父母觉得 那我们也去见一下吧 就是两家人碰面 碰面以后也就 一排即合 一排即合 那你为什么觉得非他不娶啊 就是因为我喜欢他 我们两个三观挺合的 你觉得他符合你的条件是吗 对 外貌 脾气 个性 目前都合是吧 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吗 没有 好 那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女孩 你是不是后悔结婚了 有一点 我也觉得 我觉得你那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刻 你说你要不给我梦想 要不给我孩子 要不然你想怎样 你知道其实 我觉得当你说 你要么给我孩子 要么给我梦想的时候 其实心底的潜台词是 你觉得三个月 已经觉得后悔结婚那件事了 所以对你来说 要不然你给我梦想 证明我嫁的是对的 我是为了追寻梦想嘛 要不然你就给我孩子 让我完成一个女人呢 在这个年岁呢 最好完成的任务 我听起来你的梦想跟孩子 都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为了证明我没嫁错 因为很显然 你在这个三个月的婚姻日子里面 过得不开心 你不舒服 你觉得这个男人 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觉得他很大男人 他很强势 所以你一直扣分 扣个扣到最后 你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说我为什么 要这么冲动地嫁给他呢 于是你拿梦想跟孩子 当背书 就是如果 我们现在去流浪吧 或如果我们开始 孕育一个孩子 我就能证明我没嫁错 其实这很可怕 你知道吗 其实这时候 恰恰不该有孩子 你不能靠孩子跟梦想 来转移焦点 忽略你们之间 目前让你不快乐的问题 要不然孩子来了 问题会更多 开始流浪之后 你们肯定半路就分家了啦 梦想跟孩子 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先把男人搞对 好吗 至于这位大哥 如果你觉得 你太太不快乐 这个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那你们的问题就大了 什么叫婚姻呢 婚姻是我担待你的不快乐 我也分享你的快乐 你跟我变成我们 这才叫婚姻 如果你不好好的 去解决他后悔的问题 那接下来 你的麻烦跟问题 就很大了 加油 他刚才那句话 解决一件 他说 我真的很喜欢他 但我没想到这么快 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他说我没有想到 婚事来得这么快 你那么快 就答应了他 或者说你更主动地 促成了这场婚事 我这样解读 你认为正确吗 我觉得正确 如果你是一个青春而热烈的人 你得找一个懂得欣赏你这种青春而热烈的男人 如果这个人不懂得欣赏你的青春和热烈 他就会把你理解为是不坚持 现在他就是这样 你在这场婚姻当中多么充满优越感 男人讲理的确是男人的本性 但并不代表男人没有感性的部分 如果一个男人觉得 这个女人我来之不易 他当然会注重你的感受 但他没有 他一幅跟你要公事公办的样子 跟你谈理 你想想看 是不是觉得自己当初太快了 很明显 女人再怎么想流浪 找到了家都不愿意流浪 而且要孩子和要流浪的梦想 本来就是背道而驰的 你无非就是要关怀 你无非就是像寇乃馨老师所说 要证明自己嫁得值 当你想要证明自己嫁得值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意识到嫁得不值 哪哪都不值 是不是 我相信有些男人在年轻的时候 的确不太想要孩子 但如果他真爱你 他知道要跟你过一辈子 他至少不会那么排斥要孩子 所以说明你没有注重他的感受 就像刚才陆琪说 你觉得他难受是个问题吗 你觉得这不是个事 难受谁不难受 我还无奈呢 我跟你结婚之后 我还伤脑筋呢 一会提这个要求 一会提那个要求 你满脸的不屑 你知道吗 其实你根本没有流浪的心 你就是想正儿八经 你一心一过日子 如果想要一心一过日子 又觉得你真心喜欢他 那你就好好考虑一下 他的心态 他的问题 你听明白了没有 谢了 就会怼个我 到你们那儿怎么就不行了呢 就跟在家里欺负老婆的一个意思 就我们俩有很多对话 实际上面 我就想看看你在家里面 在这种状态下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挺充分的 调整吧 结婚了 需要疼老婆了 你就学会懂他就好了 下面的时间 你们自己来吧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不知道我们以后怎么过 因为你变化太大了 我不知道我们结婚 是不是过于仓促 我不知道你内心 到底还爱不爱我 我从始至终是没有变的 我是爱你的 我也是想跟你过下去的 确实我是有一定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既然认识到了 我呢以后就尽量改正 也希望咱们还能继续走下去吧 我真的是没有变的 我依然爱你 你能相信我吗 我不知道 我许你一年时间 一年以后 我们生个孩子 好 谢谢两位 回吧 来请观看 来看结果 请看门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相遇 那红的日子 我们一起相遇 我会成见你 给你提一个建议啊 兄弟 你要真的让他心里舒服 至少你得学会喝 新疆的奶茶 这就是基本融入 人家的这个文化的一种方式 而且那奶茶多好喝 对吧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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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